因應社會上的需求 現在有你賣家 賣那種沒公婆的嗎 是不是 沒有啦 就剛好 在我們家巷子有一天經過 我覺得很有趣 我就把它拍起來 它應該是那個房仲貼的那種廣告 有沒有 然後呢 其實我猜是一個文案 就是很吸睛的文案 它就說如果你想逃離公婆的話 你可能代價就是兩千多萬 好 你就可以 逃離公婆代價兩千多萬耶 就是要自己住的意思這樣子 對 蠻有趣的 對 現在年輕人的代表 不可以跟公婆同住了 我們說實在 那這個惠文就不簡單 惠文是跟公婆同住的 對 而且我們本來是自己住 現在是跟公婆住 然後我真的很常很常被問到說 你跟公婆住 好勇敢喔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很好奇 比較屬於少數民族的 對 但是我們這樣住下來 我也住了七八年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每個人 大概有每個人的狀況 然後也有 我後來回想 我覺得說我們可能有一些條件 或者是說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其實才能夠相安無事嘛 那剛剛兩位長輩講到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我公婆最大的特色 跟別人不一樣是 我們的關係有時候會比較像是樓友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是在同一層 然後我們四個房間嘛 然後我們一家四口是用兩個房間 然後我公婆用了兩個房間這樣 那空間是算夠的這樣 我覺得我公婆他們雖然年紀蠻 比較長 可是有些觀念是 或者是說他們的習慣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其實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作息 比方說他是早睡早起這樣子 可能晚上九點就睡覺了 然後或者是說其實我公婆他們 平常不太會有什麼事情 會去叫我們幫忙 或者是說要麻煩我們的地方 不要讓他們吃啦 或者是洗衣服啦什麼 他們全部都自己來 對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管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那互相等於是說 沒有那麼多的就是互相干擾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一點蠻不容易的 因為其實我不要講別人 我自己的家庭好了 就是娘家這邊 我媽媽是那種掌控慾非常強的 所以以前我會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什麼都要聽她的嘛 就像有點像老師這樣 出去也是一定要一起出去 你都不能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或是什麼 所以就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反而覺得 還蠻自在的 然後我公婆也不會說 吃我們一定要一起吃 因為口味不一樣或習慣不一樣 像我公公喜歡吃飯啊 或是什麼的話 我們當然會幫她 盡量準備她適合的 那但是我婆婆就會說 你如果想要自己吃什麼 你就出去吃 就她也可以接受 那出去玩也是一樣 也不會說 我公婆其實他們很常出去旅遊 她就自己安排自己找 找行程 或跟里長團或什麼的 對 他們會想玩就出去玩 然後也不 就是比較不會說考量說 我們可能需要什麼幫忙 比較沒有 但是她就是自己規劃好自己 然後她出去玩 然後就算我們一起 只有少數幾次一起出去玩 我也覺得蠻驚訝的 我公公八十幾了 婆婆七十幾嘛 有一次我們真的很少一起出去玩 有一次一起出去玩 我也蠻驚訝 我們居然連坐都沒有坐在一起 然後 然後呢下了遊覽車 他們也自己走自己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因為我們家不是這樣 我們家就是一定要什麼都在一起 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本來去的時候 還有點擔心 想說會不會壓力很大 因為又要顧小孩 那時候小孩很小 然後又要怕公婆有個什麼 需要我們照顧 或是不習慣的地方這樣 結果全程喔 我們大概只有那個午餐 就是用餐的時候會同桌 其他時候幾乎就是 如果我都在想說 同行的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是一家人 就是說他是可以接受說 你們就是把自己管好 然後我公婆也覺得 他們的責任是把自己照顧好 這樣子就是給小孩很大的福氣 我們會尊重爺爺奶奶 在客廳用電視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也是不會出去 那我們就會 當然小孩也就做功課比較多 可是現在有個好處是說 電腦很方便 iPad很方便 所以當爺爺奶奶在看電視的時候 他們小孩我們就只好開放 就是有時候你就是得要退一步 就是說雖然可能不喜歡他們 近距離用眼睛 可是你就是給他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說你可以用iPad 然後選他們看他們喜歡的 那我們還是同一個空間在吃飯 那或者是說小一點的時候呢 比方爺爺奶奶就九點鐘就睡了 我們小孩哪有那麼早睡 還在那邊跑跑掉 那時候剛搬進去也是壓力很大 因為小孩你很難控制他說 你不要這樣吵啊 會吵到長輩什麼的 而且我們原本自己住 就沒有這些束縛 後來想一個方法就是 也是開放讓他們去房間 打電動 就是你用別的方式去折衷跟替代這樣 妳在家裡有幫他穿睡衣嗎 我也就是比較輕鬆 沒有特別的睡衣 好 因為有時候公公在家 也不太那麼方便 當然啦 就是可能短褲 比較家居服啦 不會到睡衣這樣子 跟妳先生會自己照的去看電影嗎 比較少 但是偶爾還是會啊 就是利用那個 他的休假的時候快點的時候 全家都出去出國去途 公婆會問嗎 不太會 因為他們自己玩得比我們還多 還好 那就好 就是我婆婆甚至會鼓勵 所以我先生說 我們去哪裡很好玩啊 那是沒有 沒有到幫我們出錢啦 但是就是他是鼓勵的 就是說你們應該有機會 帶小孩出去走走這樣 這樣也開消息 年輕人出來 怎麼會要出來 其實我沒有管錢的部分 我在搬回去的時候 我有告訴我自己幾個原則 那時候我先生問我說搬回去 我其實一口就答應 我沒有太 為什麼 為什麼會到一半搬回去 對 我沒有太多思考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先生是老妖嘛 前面有哥哥跟姐姐 那本來是大伯跟公婆一起住 但我公婆的觀念是 兩兄弟只要成家了 就要 他也覺得不要一起住 會太多的紛爭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是 本來是大伯先結婚就先住家 然後我們自己另外買飯 那後來就是因為空間不夠 因為他小孩也比較 後來就比較長大了 也不夠 就他們自己買房子 所以我便我們搬回去 那我第一時間想到 只有覺得說 確實因為我們自己家在木柵 離市區非常遠 那小孩開始要念書 要補習 然後我先生上班也是在市區 就我來講 我會覺得市區確實是 方便很多這樣子 然後我也不想 小孩那麼辛苦都是在車程 所以 然後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從小是跟我們家 就三代同堂 因為我爸爸獨子嘛 所以我是很習慣跟阿嬤 跟爺爺奶奶在一起的 所以我沒有想太多 我就覺得說好 那要回去就回去這樣子 對 那我會覺得就是 那時候我自己只有 告訴我自己是說 如果決定要搬回去 我第一個原則是 我不會造成我先生任何的 讓他為難的地方 因為我會覺得 搬回去這件事情 最為難的其實是他 就是說很多事情 他可能又要處理上面 也要處理我們 但是我先生那時候 反而在我跟他說 我願意回去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跟我講說 我跟妳保證 以後外一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會讓妳一個人 就是這個事情我也沒有跟他講 我也沒有多想 反而是他有想到我 我就覺得那就OK 那既然夫妻是同心 那就遇到問題就是結局這樣子 發生什麼事情 絕對不會讓妳一個人的意思 我還是聽不懂 就是說呢 要是有什麼不適應 不會挺他啦 你怎麼問要我地位 就是有什麼不適應 他不會說讓我自己去面對 他會去做一個折衷 就是中間人的角色 那確實到現在我覺得 他這件事情還是做得蠻好 你都沒有管錢嗎 我沒有管錢的部分 所以其實開銷 應該還是公婆為主 那我知道的是 我先生他們可能就是 比方說逢年過節 紅包會比較多一點 大包一點 我覺得是應該的 這樣不錯啦 哪裡在家 吃六塊 所以 吃吃安靜 探視一下 冷氣開來 四點煎 冷氣開來 四點煎 十三點煎 沒有啦 有些部分我們可以寫 就是我們應該支付的 我們還是會支付 那公婆也是還蠻體諒 他們就知道我們的狀況 有時候甚至就是會覺得說 那個就是會私底下幫我先生一些 也是會有 婆婆如果一直在外面 比方說聽到你在房間一直聽到 因為你在工作 聽到他拖地板 就拖完之後 他又去洗一碗 洗碗之後 又去這個洗衣服 你會不會有壓力 會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因為我是接案工作 沒有出去外面上班 所以我除了出來錄影工作之外 我大概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 然後都是在我的房間用電腦這樣 那當然就是 我自己都會想到說 其實對於爸爸媽媽 他們雖然沒有開口 可是可能他們會覺得說 你怎麼都不出來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接觸 你是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的做法我通常會用 就是我就直接說了 我會直接告訴他們說 那爸爸媽媽我在忙什麼事情 你們有事就叫我這樣 那他們也是可以接受 爸爸媽媽明理啦 你的公婆明理啦 有的人好朋友看你都沒有在忙 那那個 騎乘機就他去唱歌 真的 所以我都用膽子這樣 命運好好玩 命運好好玩